嗨,大家好,我是瘋狂女孩乔逸思 也同时也是Vivian最不精致的二姐 今天又到了最不负责任的开箱文报导 没错,今天是什么样的开箱文呢? 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情绪情人节的 情人节礼物开箱文 没错,又是一个很好用来买东西的借口的开箱文 我们开始以前呢,今天就要先来说 说一下这个故事 本来只是想说要出去走一走 想说已经在家里闷了两天了 结果就跑穿了信息群 我想说我们开车,我应该就给买很少的东西了 结果没想到,我一出节目站到了威风 我就买了三双鞋 那当然是小鞋,其实当然是小鞋 因为最近天竞鞋,买了一首不满的球鞋 跟一双这个夹长风 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夹长风 好像是一个马戏的牌 我就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看的 然后呢,因为实在是天气太热了 我看很多就是有这种布的 那种,就叫什么啊 魔鬼沾的那种拖鞋 然后我就刚好看到一双 反正想买Puma,因为很喜欢Puma 结果呢,就看到没有Puma 然后就看到有爱迪达的 哦,好像也蛮好看的 然后我就试穿一双觉得 诶,真的也蛮好看的,蛮好穿的 所以这是应该算是今年比较 夏天大家都很喜欢穿的一双 就是凉起吧 对,但蛮好看的 没有想象,没有以前的那种特板印象 穿起来会很丑 所以就又买了一双锅鞋 又今年夏天真的彩乐啦 然后在这边老鼓一下Puma跟艾迪达 曾经是兄弟 喔,好,放下 来了,重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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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不要脸的情侣之意 情侬节哟 我对我一下子要过来 其实,很开心 这个小姐送我们一枝的龜花 它说这是我七层才有的礼物 全世界你都知道我是花旗 所以呢,这对我也真的很棒 我很开心,漂亮 而且它是那种 國外的進口玫瑰 這一種一朵通常要... 我問過應該有120,一隻應該要有的 但是可能會正點為不確定的進價 但是絕對拖不了100塊的兩塊之間吧 但是成本我比較少 啊不管啊,這就是外面的市價 我也喜歡這包喔 眼睛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們分享的包包 跟我們分享 70口氣 其實也沒有美麵包 所以其實我等來呢 就是是15塊沒有用美麵包的 是15塊 因為...就是因為... 太太一對情編 有的去委託就是... 就是... 你朋友就有看男朋友 好像是說... 其實也是超人 所以很多人就有一個精神的好 但是OK 自己買了一隻手 因為太太有點手 但是我覺得也好啦 如果有成人就來... 那這個老公就幫你買好 我今天就拿個精細 就是一個很好的... 謝謝 好啦 好啦 我脫衣衣衣衣 接下來是七七七 所以我們就去買了一個小包 其實真的不在我的預算上 對不對 我本來是要買我去來品牌 全美的購物包 我其實... 預算我都準備好了 但是因為... 我的Sales他... 去... 他要去加拿打臉書了 所以說他... 嗯... 他就是... 嗯... 就是在他離開前 沒有幫我留到包 所以呢... 我就沒有買到啦 然後因為... 今天... 可能正前... 其實我排隊排超長的 我... 四五點進去到了吧 他一直在排隊 排到... 我要離開了七點多的時候 還在排 所以說... 我想說應該是沒緣分了 那... 去逛KUJI 他應該... 不是這個選擇排 是KUJI的排 只是因為我剛好... 我進KUJI的時候... 嗯... 還有... Type Sales 可是我進去美多久就... 就沒有Sales 所以呢... 他這個包裝我很喜歡 那... 那小子也很清楚 他就說... 他問我買包 我就說... 欸... 你有理由嗎? 因為其實我買KUJI的時候... 我... 很... 比較... 之前只買過一個... 好像... 沒有... 他那時候好像還在合一色... 然後他就說... 我說... 回去拍個美美的開箱文 我就說... 你怎麼知道我要拍開箱文 他說... 這是一定要的 我說... 蛤... 你好聰明喔... 沒有錯... 我姐... 我就算來拍個開箱文... 就算廢話說... 我還是要拍... 今天我自己還沒看過... 哇... 好美喔... 我的天哪... 我應該要先拍個照的...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欸... 快快快快... 拍個照... 好...謝謝... 這個天哪... 好... 你買的... 到底買的些什麼呢... 其實本來是要買一個... 托特包... 因為我想說我上班的時候可以用 可是我不喜歡... 不能說不喜歡... 應該說我覺得... 托特包不太適合我 因為他的背帶... 因為其實... 我本身是一個... 很重的... 我的手臂很寬... 然後... 虎背熊腰的胖母... 就是胖母的... 所以說我的... 在背... 這個... 肩背的地方的時候... 我會希望我的... 我的那個... 背帶那個地方... 是可以長一點的... 寬一點的... 因為我才不會卡一下... 我會比較背比較舒服... 那當然有人說... 你那個背帶可以做短一點... 是因為... 房氣... 因為你卡一下它比較緊... 如果有人要伸手去偷你東西... 或什麼東西... 其實是感受得到的... 但是因為我本身就很高...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是背那個托特... 要... 要伸手上去... 除非那個... 小偷症比我高啊... 不管了... 反正就不是... 反正就重點是... 因為我不太喜歡... 所以說... 我有看到它兩款... 兩個托特... 然後... 因為剛好... 預算也都在我的... 都在我的預算範圍內裡面... 我就在想說要... 可是... 就是一直很喜歡就想買... 後來... 想起來... 我那時候為什麼沒有買... 因為它的鏈子太短了... 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可以去買LV... 或者是說... 買... 那什麼... 巴黎斯加... 或是YSL的... 我就會覺得... 比較不會這麼的K這樣子... 然後... 所以後來... 放棄沒有買...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這個... 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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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好笑... 我最喜歡的是聖誕節... 不知道今年聖誕節... 要買什麼給自己的... 牌照... 多賺點錢再說... 連你再說... 現在沒有預算... 不管... 好... 我們來看看啊... 我因為等到牌照... 所以我就不能... 不抽我的蝴蝶結的... 以往我都是抽蝴蝶結的... 今天我就直接... 拉開它... 我要保持它的完美...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把它裝回去...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明明會是什麼... 讓我們一起... 欣賞... 欣賞... 我先放開一下... 沒事吧... 就想啊... 很多開箱文的人... 他們會把東西都擺好... 然後... 亂一遍再開... 我沒有... 我就是直接跟大家一起開... 所以打開會是什麼樣子... 我也不知道... 會爛掉... 亂掉... OK好... 不重要... 你看這是... 我最喜歡那種磁扣盒... 我覺得這顏色很美... 我當初我應該把... 我應該把所有的磁扣盒... 都各留下了... 原來... 我全部都... 後來我都送人了... 就是都賣掉了啦... 也不是送人... 有小內容啊... LV啊... 應該... 下次... 沒關係... 我們重新開始... 因為這個綠色還蠻特別的... 不像說其他... 就是小內容都是黑色... 所以... 我有很多個人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算了...都賣掉... 好... 就是這樣... 那我們要來開發囉... 清晰... 美男人... 自己... 喔... 這個貼起來蠻好吃的... 貼紙下來... 貼在邊邊... 還有... 他拿出這個包的時候的... 這個防塵套... 完全就是我喜歡的這張... 有點像... 麻布反過的材質的防塵套... 然後他的這個... 他的宣紙跟別人... 也不太一樣... 是有陸的紙... 我覺得... 哇... 我可以... 我覺得很漂亮... 很好... 很美... 是... 不愧是... 大大大... 好話啦... 來到這邊也沒什麼好講的啦... 我已經... 再通下去時間太多了... 我就是買了一個... 水桶... 小水桶... 各位姐妹們... 可不可愛... 說實在話... 就是那個... 那他們什麼... 上面之針皮... 那邊是他們做的一個... 他們的高級帆布喔... 什麼... OK... 我也不是專業的... 這邊講這個... 我只是要給大家分享一下... 我買了一個吧... 對... 我的開箱文具就是這裡... 然後呢... 我覺得很好... 很可愛... 而且... 為什麼後來買這個... 是因為他的臉是夠長... 因為像我身高很高的... 所以說... 我會喜歡他長一點... 他今天就是幫我... 他這個... 他今天扣到我... 第二格的長度給我... 我就覺得OK... 非常好... 我很喜歡... 就是這樣... 你們看不出來... 他到底有多小... 對不對... 我給你們看... 不好意思喔... 卡住我的頭... 就是這樣... 是不是... 一個小小的... 然後... 還可以這樣... 是的... 他就可以... 做了一個小... 這是什麼... 介紹說... 介紹說... 好像不是很多... 我不明白... 為什麼你吃到負三本... 可能是... 各國語言不同吧... 就是要負三本... 這個東西... 真的很好笑... 嘿... 好... 然後呢... 就是... 裡面大概就是一個... 沒有內裡的包... 沒有內... 就這樣... 呃... 這個... 我覺得他這個... 花的系列... 我個人是覺得他... 喔... 我應該是說... 我一開始是吃看中... 這麼小Size的水桶包... 我是看中... Findy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 Findy的... 一直給我的感覺... 就是比較成熟一點... 然後... 也很可愛... 可是因為我對... Findy... 比較沒有品牌上面的... 了解的概念... 就是說... 像熊尼爾是因為我喜歡... Coco熊尼爾那個... 創辦人... 女主角的... 創辦人那個老闆娘... 他對... 針對女性去做的... 一連串的設計的感覺... 是以... 女性為出發點的... 所以我喜歡... 那個品牌的精靈裡面...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後期才會... 就是... 因為熊尼爾特別的著迷... 那也是... 除此之外... 是... 他的包包... 確實是... 我以前是不迷... 不... 不迷精品的人... 那也是... 確實是說... 我曾經在路上... 看到一個... 唯一第一個... 看到我愛上的精品包... 就是熊尼爾... 所以我... 然後才去了解他以後... 才覺得說... 喔... 他就是針對女性啊... 對我而已... 就是一個比較... 佛女性... 族裔者... 的... 的一個... 小雜夢... 所以說... 我才會... 因此就是... 著迷選沒有這個品牌... 那冰迪是因為... 我對他的品牌的... 理念... 不是... 沒有這麼的著迷... 我不太清楚... 因為... 可能就是... 然後... 可是他的... 就很吸引我... 所以我去問過兩三次... 但是... 都沒有買... 那KUJI是因為... KUJI... KUJI有電影嘛... 所以說看了一下電影以後... 就會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 就知道他義大利的人... 就會覺得說... 好像可以... 然後就... 剛好... 去的時候... 看到了這個小水桶... 其實就一直很想買水桶包... 就一直沒有買... 然後... 為了價格以後... 就覺得... 欸... 可以耶... 其實這個可能... 我在猜可能... 在我在之前... 更早買... 可能更便宜... 兩三萬... 現在我問... 這個...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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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所以說... 因為我買了一個這個... 我覺得它一顆... OK... 它裡面是做漆皮的... 它叫什麼... 科技漆皮喔... 它管我說什麼科技漆皮...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但反正... 原則上它的意思就是... 清潔很好清潔... 而且它沒有做黏死的... 如果裡面有灰塵的話... 就把它抽出來以後... 這樣就可能了... 好... 然後大概就是... 再把它塞回去... 然後... 大概就是它的經典... 一個畫紋... 然後... 它教我... 你知道我真的是一個... 我剛剛就很想跟他講... 欸... 我全部弄好了... 我是一個... 買東西也不會再去... 不是要做... 真的要做博主... 所以我沒有要做過戲... 我是以我為初吧... 所以說就是這樣... 然後就覺得... 喔... 好可愛喔... 然後它還可以放... 喔... 手機沒辦法放給你們看... 他說它的這個長度... 就是做一個長甲的長度... 然後... 所以說... 你可以放手自己幾個... 持放啊... 鑰匙... 其實是都很OK的... 然後它就是一個... 很開心的小水分包... 然後就可以... 我覺得這是不是很適合... 齊齊請人解讀... 假裝一下... 假裝男朋友送我... 我的男朋友是... 新凱力... 假裝一下... 然後... 欸... 又脫回了... 又脫回程序... 大概就是這樣子... 鑰匙... 好可愛的... 我就是喜歡它可以這樣子背... 這樣一下背... 然後呢... 又可以... 這樣子背... 這樣背... 然後出去玩的時候呢... 我也可以... 把它... 它還是可以把它變小的... 變成手提的... 我看看... 嗯... 時間... 時間有點長喔... 趕快快速... 幫我跟大家講一下... 它那還是可以手提的... 就先把它打開以後... 他說可以... 穿過去... 再穿過去... 再穿過去... 然後呢... 再給你這邊... 扣起來... 穿進去扣起來... 要靠哪個可以... 看你想要多長多短都可以... 然後... 這樣你就可以做尖杯的... 可以做短... 短杯... 短杯... 然後我個人... 我個人是喜歡手提... 所以我會把它做這樣... 三手提... 有沒有... 看完咧... 好啦... 就是這樣... 說好... 其實就是想買一個大包... 一不小心... 又買了一個小包... 它的賽事有多大美... 那我最熟的... 4-2-3-0... 大概就是這樣小... 對一個... 身高173公分... 然後體重... 啪... 就要表證明... 背小包... 其實不是很適合的... 但是... 就是... 背慣小包以後... 大包就是... 你一直很想買個大包... 可是每一次就是... 嗯... 就會不知道說... 大包我一拿出去... 就會種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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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就... 就還是會... 想... 不能說就想... 就是到了現場以後... 說好... 我要來買大包... 結果一不小心... 還是買個小包... 命... 這就是命... 它是大小大概是這樣... 但是因為... 它的耐裝程度... 一定... 所以... 可以放個短架... 再放一個... 鑰匙... 跟手機... 充電器... 我覺得不成問題... 將將... 這解除了... 你的心態的需要吧... 啾啾... 好了... 但今天... 今天可能... 時間會長一點... 因為... 不好意思... 在這之前... 我不小心... 只有見了Rowie... 嗯... Rowie呢... 其實是在我... 兩三四年前... 她還沒有被LV集團... LVNH集團... 收購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 喜歡它的包了... 因為它的皮革真的很好... 它的皮真的非常棒...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 買它的一個中夾... 後來呢... 就沒有在... 沒有... 沒有用了... 因為我的... 就喜歡一直畫... 一直畫... 然後呢... 然後... 前兩年知道說... 它被LVNH... 就是被LV集團... 收購以後... 我就突然間就想說... 嗯... 好像可以買... 因為我就是有一個... 很奇怪的人... 應該是說... 我有點後悔當時沒有買... 因為... 然後... 自從它被收購以後... 它的價格... 一直在上漲... 之前它那一款... 就是很像... 集合圖形的那個包... 我去看的時候才4萬多... 它被收購的時候... 變成6萬多... 我今天去的時候... 它變10萬囉... 告訴你們... 我呢... 就是一個很喜歡... 去做市場調查的人... 但是呢... 你越調查... 你心越好... 因為你會... 但是... 不要這樣... 我沒有多少錢... 就買... 多少東西... 我沒有多少能力... 就多少支... 千萬不要超支... OK... 好... 重點是... 好... 我們來介紹這個吧... 那我今天買什麼呢... 就是... 因為這邊小包... 然後... 前一陣子不是買了一個長甲嗎... 然後我覺得... 那個長甲很好用... 改天有再拍一個... 來介紹那個長甲... 然後就... 很好用... 但是就是... 出門的時候... 就是... 還是想要... 就... 還是想要... 一個... 還是想要一個短甲... 那... 大家都知道... 我這一年來啊... 就從去年底到這一年... 我至少換了三個短甲... 欸... 學妹有... LV... YSL... DEO... 對... 他們六個講短甲... 然後到這個... 今年初的時候... 又買了一個長甲... 現在一不小心... 我又買了一個短甲... 但是呢... 這次短甲呢... 是我買這個... 因為其實我還是真的很喜歡它的皮革... 我現在就是等開放出國以後... 在國外買它的包好了... 不然它的包真的太貴... 我現在買不下去... 所以我只能買短甲... 可是其實它的短甲... 也貴... 我說實在話... 這個短甲... 三折短甲... 不能說貴... 應該說也漲價... 通通... 我們時代無力啊... 將... 買了這個是它的短甲... 我之前是買它的長... 中夾... 我應該... 在我的下面影片... 有PO... 沒有留言的開箱文... 可以... 沒有講話的開箱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時候... 那時候那一咖... 那個短甲... 那個中夾... 我好像才買... 我記得... 兩萬以下... 一萬多兩萬... 然後就... 反正不反正就漲了... 然後我今年買這一咖... 呵呵... 就是它中夾的價格... 兩萬二... 但是... 我覺得蠻好看的... 因為它的皮革... 我覺得... 真的很喜歡... 然後我這次買了一個... 這個顏色... 剛好我們來搭一對... 這算是它的... 現在有灰毛給... 不管... 反正我就很喜歡這個鴨紋... 因為這個鴨紋... 會讓我覺得... 好像很耐刮... 它說呢... 最正老師它裡面打開... 是我喜歡的顏色... 它是重色... 重色的... 而且重的很特別... 但是我還是... 拿在手上以後... 我還是決定選它了... 因為我不想買這個... 一開始的猶豫... 所以我怕它髒... 然後那個妹妹就跟我說... 我們那批根有全年保固... 如果當然... 你就拿來櫃紋... 我們幫你保養就好... 不用擔心... 然後後來想一想... 也是啦... 我就是... 長家那麼多... 長家短家... 一直換換整個這樣子... 都... 就是... 我就是一直換... 我就覺得... 看不順眼... 所以說... 那不如就買一個... 我喜歡... 我看得順眼... 哇... 之前還有買過... Pirada的... 皮夾長家... 反正... 因為我覺得... 所有的精品裡面啊... 最好入手的就是皮夾類... 那... 那... 我就會... 當我就是... 有一筆預算的時候... 就會... 想要去換皮夾... 那... 舊的皮夾呢... 我通常都會... 在二手拍賣... 把它拍賣掉... 如果... 有姐妹們... 你們呢... 是不建議的... 你們都可以去... 搜尋... 都可以... 去旋轉拍賣... 或是蝦皮... 找到我的... 二手拍賣... 上面的東西呢... 都是會... 是我個人... 使用過的東西... 做二手拍賣... 價格呢... 不一定會... 讓你覺得開心... 但是... 品質呢... 絕對會讓你覺得... 保養得很好... 因為我買了過不少... 很多... 姐妹們都會... 衝著... 因為是我... 所以跟我買... 因為我保養... 真的保養得很好... 我是一個非常愛寶寶的人... 不是一個... 包包回到家... 因為我平常上班不會背景品包... 回到家以後... 我會拿... 布... 把它好好的... 從頭到腳... 全部擦拭完以後... 再把它... 放入防塵套給... 人... 不管是什麼包... 不管是哪一款包... 包就算是... 欸那是貝... 我也會這麼做... 只要你是真皮皮革包... 我都會... 然後... 而且我回到家... 我一定會先檢查視角... 看看有沒有魔索... 然後我出門在外... 我人可以不重要... 但是我的包非常重要... 這叫做... 人可以亡... 包不可以亡... 我的包就是我命...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說... 我的包呢... 保養的品質會很好... 那... 我不是... 不收別人的包來賣... 都是我自己的... 反正有興趣的... 你可以上我的... 二手拍賣... 旋轉拍賣... So... Quizy Shop... Quizy... Quizy Shop... 你就可以收到我了... OK... 那... 或者是... 你可以留言... 然後... 再來跟你分享... 啊... 不能再多講了... 再多講... 再多講的話... 你們也會看不下去了... 所以說呢... 好... 那就是今天呢... 我的七夕開箱文... 就大概就是在這裡啦... 今天就是買了... 一個... 小的血統包... 加一個小的短夾... 嗯... 希望大家可以... 就對我這個... 不負責任的介紹... 能夠... 尋找到自己喜歡的包包... 下一次呢... 再找時間來跟大家... 打比賽... 聊聊... 嗯... 聊聊我的... 最新... 彩妝產品... 因為我已經將彩妝... 保養品... Update... 從Kiehl's呢... 轉變成呢... 嗯... 赫蓮娜... 那... 下一次呢... 再跟大家介紹... 就是皮膚像我一樣薄的... 容易過敏的... 野妹們... 下期再見了... 那就是... 第二集囉... 今天祝大家... 齊心情人節快樂... 以上呢... 就是瘋狂女孩... 喬醫師... 同時也是... 瘋狂女孩的... 不禁之二解... 不負責任之... 開箱我... 掰掰... 也會見 Bel spirit... 雞人士... 2人...